我是万万没有想到 把豆腐放入油锅中炸一炸 不同的前者 集完说 不熟成ズ动 需要缩冰 洁切成好 装碎 豆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再准备一小块生姜切成片 然后再切成姜末 切好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半根红辣椒 改刀切成条 再切成小丁 加入一点红辣椒 颜色会更加好看 切好后装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锅中加入多一些的菜籽油 油温烧至五成热 用筷子试一下 旁边起密集的小泡泡就可以了 这时候再把豆腐直接下入锅中 先把豆腐表面炸至定型 然后把另外一块豆腐也下入锅中 炸豆腐的时候全程都要开大火 如果油温太低就容易汽油了 那样就不好吃了 炸的时候用筷子擒翻动翻动 让豆腐受热更加均匀 朋友们 我每天都用心搅着菜 如果你的手机还有电 麻烦动动您发起来的小手点个赞吧 您的支持就是我前进的动力 非常的感谢大家 一直把豆腐炸至表面金黄焦香 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先给它盛出来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把小葱 切上葱花 切好后装碗中备用 炸好的豆腐也放凉了 我们用刀给它切成厚片 豆腐不要切得太薄 不然口感就不好吃了 像视频中这样的厚度就可以了 全部切好后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炒锅中留底油 油热后把肉末倒入锅中翻炒一下 把肉末炒散炒香 炒至变色 炒好后再把切好的小料加进来 加入一勺食盐 一勺生抽 一点点老抽上色 一勺蚝油 再从锅边流入一点料酒 开大火继续翻炒均匀 炒出所有小料的香味 炒好后先放在一旁备用 然后再准备一个砂锅 把金针菇铺在底部 然后再把切好的豆腐铺在金针菇上 用筷子整理平整 再把炒好的肉末浇在上面 哇 现在闻着就非常的香了 接着再从锅边流入一点清水 水不需要太多 一小碗就够了 然后盖上锅盖 开大火炖五分钟 时间到了以后 我们打开看一下 真的是太香了 出锅前撒一点葱花点缀一下 美味鸡成 这样一款非常好吃的豆腐宝就做好了 豆腐吃起来外焦里嫩 特别的香 金针菇也非常的入味了 豆腐虽然是油炸的 但是吃起来一点也不油腻 口感筋到Q弹 特别的好吃 而且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做法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点我头像 可以观看更多的家常美食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